第四章 你们俩 哪里有个舞台 这是一个女人 把女人带来这里 开门 雷雷 雷雷 坑门 逃 快 逃 逃啊 快 开跑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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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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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水 刷布快点 给我拿水 坚持住啊 水 快给我水 大兰 坚持住 水快点 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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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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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让医生 这位大姐快不行了 你快过来看一下 让医生 你快过来看一下 不管什么用 只要把小鬼子赶出去 我们才会暗生日子过 滚下 柳兄 你冷静 冷静 你要让我冷静到什么时候 你们看看这是死去老少娘们 你还让我们冷静 鬼子抓了我们的男人 烧了我们的房子 这个臭一定没报 一定能血在血场 说 你手上到底染了多少中国人的血 说 他和我们一样 就是战匿医院的医务人员 他就是被 你少废话 我本来胡说你 本来是他 他也听不懂啊 我听你问 告诉你 你为什么来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的中国人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的我们是 他说对不起 他要替全体被欺骗的日本同胞 他要替他的哥哥们向大家谢罪 他请求你们杀了他 以解脱他人生的苦难 想解脱是吧 你以为说了一句对不起 就完了 我告诉你 所有的小伙子都该死 要杀他先杀我 闪开 我们现在最专的人 是救姐妹们 我告诉你 糟话咋样了 婆婆 你别担心 糟话的伤我看了 没什么事 那他这 他呀 这是心灵 走 我走 我林枣花 从来不吹牛 大伙跟着我干 保管没错 早安 小嫂子 她们是黎世玉的姐妹们 走啊 妹子 你一定要收下我们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打过一次 替我们的男人和乡亲们报仇 水 刷布快点 给我拿水 坚持住啊 水 快给我水 好了 坚持住 水快点 好了 刘絮 都到齐了 怎么就这么几个姐妹 队长 不好了 好多人都走了 谁走了 那些外孙的 外孙参加咱网药宝 抗上队伍的姐妹们 跑走了不少 我来的路上 碰上了七八颗姐妹往外走 我一问才知道的 说完结婚说她不来了 这帮老娘们 说好了参加的 现在都要退出民兵队 你只能在这边 我咋回来的 你只能在这边 赶紧 你也能在这边 你还会不来的 买赶紧 你还会不好 你也会不肯定 製了你还不肯定 我又会想得出ứng 你也会不会等 他有事 你还不肯定 你呀 要不肯定 我都在这边 ,还不肯定 你还不肯定 林枣花 开门 我有话要说 人病了耳朵没坏吧 我告诉你 那些外村来的跑了一半多 我的民兵队死了二十多个 退出二十多个 现在还剩下不到一半的人 你说怎么办吧 你倒是说句话 你躲起来是吧 行 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大娘 还好吗 大娘 还好吗 张医生 等一下 怎么了 小长 现在受伤的姐妹们 情况都稳定了吧 大致上都稳定下来了 就是还有那么多姐妹们的遗体 咱们得赶紧安葬啊 是啊 我也在想这事呢 只是枣花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这村里大事小事也没人张罗 都人心惶惶的 你说这可怎么办 小长 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应该坚强 枣花现在情况不太好 我们得替她分担工作 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这刘旭是民兵队长吧 是啊 我找她商量商量 你觉得怎么样 也行 你看 这次抗认行动伤亡惨重 受伤的姐妹们 在张医生她们照顾下 情况基本稳定 就是这些战死姐妹们的遗体 我想让她们尽快入土为安 行啊 这事你跟枣花说过了吗 村里的事都是她管着的 枣花现在状态不好 我想让她休息休息 所以我想来想去 除了枣花就是你 你是冥冥队长 我看你能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 把姐妹们安葬了 组织起来没问题 就是经过上次那一章 大家的士气都很低落 行 你把大家集中起来 我跟她们聊聊 没问题 姐妹们 现在请八路军的常玉梅老师 给我们大家讲话 同志们好 这段时间 我们瓦瑶宝妇女抗日行动 暂时遭到了一些挫折 也受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伤亡 有一些姐妹们惊慌失措 还有一些退缩了 这都是我们革命道路上 不可避免的情况 之前 我们已经取得过很多次胜利 现在失败一次也是正常的 一次失败 证明不了什么 而我们更应该在失败面前 保持坚定毕生的信心 和清醒的头脑 之前我们八路军 原来叫红军 从南方中央根据地撤退出来 也遭到失败 伤亡非常惨重 可是后来我们转到了延安 总结了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 又重新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八路军 新四军 从原来的四五万人 扩大到了五十多万人马 所以我相信 你们瓦瑶宝也是一样的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 而灰心丧气 更不要因为这一次失败 而动摇我们抗日的信念 只要我们坚定 最后的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 坐下 八路军你这么多人哪 不是多万哪 这回头子鬼 猖狂不了几天了 姐妹们 这几天我们暂时听常老师指挥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 保护好村里的安全 做好站岗放哨的巡逻工作 帮助困难家庭渡过难关 还有 向大嫂大娘们做好宣传工作 让她们不要害怕 不要怪罪 最后 我们还要好好安葬这些 战死的姐妹们 让她们早一些入土为安 常老师 我们都听你的 对 我们都跟你干 都听您的 好 那现在 让柳絮队长分配任务 分成两组 分头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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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不喝的 砸症啊 你那天说啥了 他咋关我屋里不出来呢 我说啥了 我啥也没说 是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 你去一趟吧 我去 我倒是能一脚把门拆开 关键他能出来吗 你 你就别那一下一下磨了 磨的人心里乱糟糟的 你想个办法呗 嫂子 嫂子 你开个门啊 嫂子 妹子 你说你憋在屋里干啥呀 这都憋了一两天了 不吃不喝的 憋出病了你说的 是啊 嫂子 你开个门开开吧 我跟你说啊 这外边空气可好 妹子 妹子 外边空气可好 真的 那小树啊都发芽了 小燕子都飞回来了 是啊 那鸡鸭鹅呀全下蛋了 他跟我们出去看看 那骡子 马呀 那身后啥呢 都在外边留的呢 你别吹我 我跟你说 快找我陪你出去 转一转 你找我 外边的空气可凉快了 你别吹 来 报告会长 瓦瑶宝妇女民兵队集合完毕 请分配任务 我当不了这个会长 你们选别人吗 嫂子 你别不要我 妹子 包包会长 瓦瑶宝妇女民兵队集合完毕 请分配任务 我没本事当这个会长 你们别来找我了 让开 妹子 嫂子 嫂子 我妈就也要跟你打鬼子 我们就想跟着你干 对啊 对啊 别让我去送死嘛 别让我去送死嘛 不要 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傻 到现在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我零早花 都是骗你们的 我不是八路军的连长 我也没带过几百个人 我一个人我都没带过 你们心错人了 我就是心想报仇 一点小声令 我就装瘟脑脑了 我谁都忘了 你不经许 是我害死了那些姐妹们 他们都是来跟我打鬼子的 结果都因为我 他们却死了 我现在 我现在 都别睡 真是模糊的样子 全都失去 全都失去 我生不了 妹子 你这是何苦呢 为什么死都不是我 我生不如死 妹子 你别这样了 妈妈 你别这样 都别吹 妖子又来了 死去 林枣花 我算是看错人了 原来你就是个窝囊废 有本事把你吹牛的剑 拿出去去跟鬼子干呀 你现在要死要活 你给谁看呀 你以为你死了 死去的那些姐妹 就能活过来了吗 你以为你死了 小鬼子就会 关注我们的地方吗 我告诉你 大仗没有不死人的 他们死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你现在死管个屁呦 嫂子 妈 我是最早跟着你干的 我以前胆小 没用 我连杀鸡都不敢 都是因为你 我才敢拿着枪杀鬼子呀 你不能不管我们呀 嫂子 我们愿意跟着你干 放我哥被鬼子抓走 家里只有我和我娘 就觉得活着没什么希望了 是你给我们剪足剪心 带领我们干互助组 带着我们打鬼子 才让我们活着有盘头的 妹子 打鬼子这事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 这不是我们大家伙的主意吗 你说 以前咱们没打鬼子的时候 咱们就像案板上的死鱼一样 伸着脖子让人家肚 自从你带我们打鬼子 那小鬼子一听咱们的名字 那是连觉都不敢睡呀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你说你现在就要放弃了 你对得起这些姐妹吗 你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吗 老胡大妞没啥文化 不过老爷临死前 对你说的那句话我记得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计勿忘告乃翁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反正不管咋地 这副救会的会长啊 我们就任你林草花 副救会的会长是谁 林草花 是谁 林草花 林草花 这碗酒 是上战场前你第一个端起来的 鬼子我们杀定了 鬼子我们杀定了 喝不喝 你看着吧 咳咳 鸿arti 鸿你知道одно 娘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这那些同志 都抱着随时可以牺牲的信念 还有跟小鬼子抗战到底的决心 你有吗 我有 小鬼子抗战 小鬼子抗战 我代表组织正式欢迎你 加入邦里军 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 他们不光 抓了我们的男人 还把整个村子都给烧了 再 haber 再上 大马 小鬼子抗战 再上 一段时间 杀 到底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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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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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聞完 개呢 我来找你商量商量 你看行不行 你说 我寻资着 其实据点里没多少鬼子 而且咱们刚吃了白账 他们对咱们放松警惕 这是个机会 怎么 还要去打 不是 鬼子有炮楼 强攻不信 伤亡太大了 以前啊就是太冒失 没有计划 不太小看鬼子了 才吃了大亏 这次 咱们得有计划 要用这儿 学会使巧劲 四两步清清 那你说 怎么干 鬼子据点里 不是有咱的探子吗 周崇光 你来 莫子 你咋来了 早会儿莫子呢 上回攻打距点 我们吃了大亏 伤亡不少 早会儿觉得对不起乡亲们 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 所以我替她来接你 找我有啥事 说 周大哥 这个你拿着 这是啥 老鼠药 我要她干吗呀 你找个机会 在鬼子的饭菜里下药 毒死他们 怎么 害怕了 你说啥呢 我周崇光是怕事的人吗 再说 早花妹子的事 让我杀叔叔耽误过 说 让我咋办 下药以后 以手电为信号 到时候 我们就杀进去 杀 预备 杀 预备 杀 早花最近怎么了 怎么老见不着她 预备 杀 停 都不对啊 来 给我 盘口令 预备 杀 预备 杀 张医生 这自从上次攻打据点失败后 这林枣花一直在家养伤 不出门 我去看她吧 她也不让我见 总觉着哪儿不太对劲 还有 这姐妹们跟柳絮也不对劲 她们怎么了 我今天陪她们一起训练 姐妹们都无精打采的 可能是上次攻打据点失败了 大家情绪有点低落 也是正常的 你说这姐妹们无精打采吧 也能理解 可这柳絮也这样 她可是队长啊 再说她这性子也不应该这样 总觉着她们有事瞒着我们 能有什么事 不知道 总之啊 这几天我们要密切关注她们的行动 以免再出什么错 好 听你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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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站住 带队伍去哪儿 私自带队伍行动 是要犯大错误的 赶快回去 你听我说 你虽然不是八路军 但也是八路军领导下的 群中抗日妇女组织的干部 瓦瑶宝妇女抗日民兵队 是一支抗日武装 不是哪一个个人的 任何人都不能拿这支队伍的生命危险 来冒险 我以八路军战事的名义 命令你 解散队伍 让大家回去休息 真的不行 灵枣花 上一次雪玲玲的教训还不够吗 玉玫 玉玫 你别生气了 我临枣花不是个浑人 上次犯的错已经够大了 我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回 那你的队伍干什么去 这人靠得住吗 绝对靠得住 柳絮 你认为这次计划的可行性怎么样 我觉得这回的主意不错 好主意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是怕你不同意 上一回我犯那么大的错 我这不是想找回点面子吗 以后有任务 大家一定要商量 这样就避免犯错 我知道了 绝不再犯 行 今天晚上 注意安全 那又哭 周大哥办成了 嫂子 好 三桌子都分好了吗 分好了 好 我去 走 大哥 药下了吗 下 下 好样的 都药倒了吗 药倒了 全倒了 好 梅子 可是我没下的老鼠药 那你下的啥药 我下的蟹药 谢药 偷对了有我几个好兄弟 我怕伤了他们性命 所以 效果差不多 药劲也大 现在他们一趟接着一趟 奔厕所就跑的 萌坏了 行 按计划行事 原来 谢谢的 哎 呀呀 这 权 肚子疼 你是怎么了 兄弟 我上个毛红 盯着啊 是 这小的 又偷懒 是 我也肚子疼 老许 那两个产告都交给你行吗 好 好 快 走 走 放过去 什么情况 涂巴陆的 正在攻击防线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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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谢谢天 帮我谢谢天 报告队长 大火烧遭到了涂巴陆的猛烈激光 我的兵力空虚 你登远 快看你登远 是 快 开始发现动 快 快 罗月 你比 快回去点 带领你的部队给我定中 啥 被包围了 太阅 我也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我们也被八路包围了 是 您放心 我马上带上弟兄们 杀开一条血路 过去送人太阅 是 是 怎么了 没事 接下来睡 三五圈 有八路也就去的 等人在哪里 我都不清楚 远球带阳光 决明的使者 是 我的掩护 追 来 想要跟着我 不速动手 关上呗 全守住随会道防线 野天长的增援部队 正在赶来的路上 中午精灵弹出来 你将弹药的快快点 射击 上天上 上天下 这趟大便 啥情况 三毛福就在里面 鬼子的火力太厉害了 冲不进去 怎么办 啥打扮呢 没收到漏死他们完了呗 你看你们 你看你们 你给我回 混蛋隐蔽 回来 害怕 你想啥呢 想跑啥 你不要命了 那也不能干呆着 夏总 咱还是继续打 还是撤 撤啥呀 打到这份上了 他们火力这么猛 咱也打不过他们呀 你们还有多少人 没剩多少了 没剩多少了 咱们就守在这儿 耗死他们 咋守啊 咱子弹没他们多 他们守着弹药库 咱也耗不过他们呀 是得省子弹 姐妹们 从现在开始 不许来放枪 要截剩子弹 得想个法子 耗他们的子弹 什么决 土八路的 没有动静 土八路 应该是弹药不足了 他们在节约弹药 这真是我们的优势 等天亮了 野天掌握了 增原部队一到 我们就一起解决他们 是 他们正好 我去找点能弄出动静的东西 好 走 衣队跟我走 上